大家好,歡迎來到新視野,我是浩天 一個星期五的晚上,離店面關門還有10分鐘 保羅·麥薩克經過漫長忙碌的一周後,準備下班 突然,門鈴響起,一個中間男子搖搖晃晃的走了進來 和往常一樣,艾薩克問自己 什麼樣的人會在打樣前要求優質服務呢? 艾薩克克制自己不要翻白眼 這時,男子已經走到了跟前 他身高廖英尺,穿著深藍和灰色的便服,酒氣熏天 他一邊摸索著找座位,一邊把三台蘋果筆記本電腦放在吧台上 我很高興你們還在營業,這名男子開口了 我剛從雪茄巴回來,他們告訴我你的店 我得抓緊時間,因為你七點打樣 他聲音高得驚人,身上散發出一種有權有勢的神器 艾薩克心想,又一個以為世界圍著他們轉的人 但還是很誠懇地對男子說,你來的正是時候 男子說,我需要恢復這些設備的數據 但他們被液體損壞了,無法啟動 好吧,讓我幫你登記一下,看看發生了什麼 艾薩克打開客戶管理系統,問道 叫什麼名字? 亨特 姓什麼? 這名男子頓了一下 奇怪地看著艾薩克,好像對方來自另一個國家 然後,帶著諷刺的口吻說 啊,拜登 這是發生在2019年4月 位於美國特拉華州 威爾明頓一家蘋果電腦維修店的一幕 這是一次致命的邂逅 這名叫亨特·拜登的人 從此顛覆了艾薩克的生活 他被迫關閉了商店,背井離鄉 他在即將出版的新書《美國的不公正》 《我為記錄真相而戰》中 詳細描述了自己一年多來的經歷 以及發現驚人秘密的過程 一年多後,亨特·拜登始終沒有回來取他的電腦 估計他已經徹底忘了電腦究竟送到哪去了 那天晚上,艾薩克將亨特的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 輸入了客戶管理系統 這時,艾薩克發現 一台蘋果電腦上有博拜登基金會的貼紙 覆蓋著蘋果的標誌 亨特說 這是他幾年前已故哥哥博的 艾薩克為亨特感到難過 心裡想著 有貼紙的那台蘋果電腦 可以讓亨特重溫那些被困在裡面的記憶 如果是在其他任何一個晚上 尤其是星期五 艾薩克會先把電腦收起來 但是,也許是出於錯位的同情 他決定當場把電腦快速檢查一遍 那在15寸的筆記本電腦完全報廢了 上面有大量的液體已經無法啟動 如果無法開機 那麼,就無法訪問硬碟並獲取數據 另一台2015年款的13寸電腦 看起來好一些,它可以啟動 但鍵盤沒有反應 於是,艾薩克拿出一個外接鍵盤 請求允許登錄 亨特露出了笑容 我的密碼他媽的搞砸了,不要生氣 然後告訴艾薩克,密碼是blabla 因為喝醉了,他說話很能聽得清 艾薩克睁大眼睛,告訴亨特 也許最好是他自己來嘗試登錄 嘿,你修好了? 亨特嘟囊著 你家裡有沒有外接鍵盤 可以用來解決內部鍵盤的故障 亨特只是茫然地看著對方 給你,你可以借這個,自己來恢復 艾薩克告訴亨特 那樣的話,我就不用辦理登記手續 也不用給你開帳單 你用完了,就把它還給我 亨特留下了兩台電腦 他走了之後,艾薩克拉上百頁窗 鎖上門,以免再被打擾 然後從冰箱裡拿了一盞阿姆斯特燈 開始恢復電腦數據 從這裡開始,事情變得有趣起來 屏幕上,左側窗口是原始文件 右側是恢復後的文件,再向下滾動 艾薩克開始查看沒有對齊的文件 以便單獨將文件拖到恢復文件夾中 僅僅恢復了幾個文件 右側窗口就出現了色情內容 這是職業風險 不過艾薩克已經習慣了,也沒在意 但是,那些噁心的內容數量之多 以及留在電腦中的膽量 著實讓艾薩克感到驚訝 他承認,這不是自己以前沒見過的東西 他不再去瀏覽,只是一直在不停的拖拽 心想,這是一份工作幫客戶恢復數據 直到出現一個名為Income的PDF文件 如果這個文件沒有用字典標記 艾薩克絕對不會去留意它 在麥克蘋果電腦上 你可以給文件加上標籤或顏色代碼 作為組織輔助工具 在艾薩克看來 一個顯然毫無組織管理的人 竟然費心地把這個文件標為紫色 似乎很不尋常 於是他好奇地打開了它 這是一封2017年1月16日的電子郵件 保存為PDF格式 排在前面的是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收入 緊隨其後的是因納所得稅 2013年為83.3萬美元 2014年為84.7萬 2015年為244.7萬美元 艾薩克被震撼了 花了那麼多錢 這壞蛋連個備份硬盤都買不起 艾薩克繼續賭下去 這些讓他無法想像的收入 是按年份劃分的 上面有一句話說 既然每年55萬美元你都無法生活 那麼就從RSB那裡借些錢 提前付款 艾薩克心想 這傢伙靠失敗於我的年收入 還不能維持生計嗎? 更加可疑的是 艾薩克注意到 裡面有很多資金交易 似乎都不是合法記錄的 不過他想 我能知道什麼呢? 而且這不關我的事 我的工作不是評判 只是轉移和核對數據 所以艾薩克繼續在恢復數據 直到遇到一個相當大的文件 這時屏幕突然變黑 文件才傳輸了大約一半 該死的 電池沒電了 艾薩克決定當晚到此為止 回家休息一下 還有大約100G的數據需要處理 他有信心第二天就能處理完 於是他給電腦充上了電 就回家了 不過亨特再也沒有回來取他的電腦 一年後 艾薩克把電腦交給了聯邦調查局 8個月後 艾薩克把他的一份硬盤副本 交給了川普的私人律師 魯迪·朱利安尼 隨後 朱利安尼向《紐約郵報》 揭露了硬盤中的文件和照片 並把整個硬盤的副本 交給了川普的前顧問史蒂夫·班農 和他的播客聯合主持人 傑克·馬克希 2021年春天 《美日郵報》聘請了FBI 網絡取證部門的專家 布拉德·馬里曼 和他的馬里曼聯合公司 對數據進行了分析 認定內容都是真實的 現在 這台筆記本電腦的文件 成了亨特·拜登被控稅務欺詐、洗錢 和非法海外遊說的聯邦起訴的證據之一 然而 這次致命的邪逅 給埃薩克帶來了災難 2020年大選之前 埃薩克被左媒稱為俄羅斯的傀儡 多家媒體指控他傳播俄羅斯虛假信息 他不得不關閉商店 離開特拉華的家 流亡到了克羅拉多 迄今已經一年多 今年45歲的埃薩克正在準備起訴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亞登·希夫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政客網站Politico 和每日野獸Daily Beast 要求賠償至少100萬美元 日前 埃薩克在接受《紐約郵報》採訪時說 發生在2020年10月中旬的一連串事情 讓他感到震驚 他說 我無法相信 這只是單方面的決定 他的意思是 背後有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在操控 不久後 51名前情報官員聯名發表公開信 將亨特電腦們定性為俄羅斯的虛假信息後 亞當·希夫和CNN就緊隨其後 將埃薩克標記為普京的傀儡 並說普京感謝他的服務 在馬里蘭州蒙哥馬利提起的訴訟中 埃薩克說 在《紐約郵報》和後來的《每日郵報》 開始發布有關亨特電腦們的爆料後 眾議員亞當·希夫對他進行了誹謗 當時 希夫在接受沃爾夫·布里塞的採訪時說 電腦們沒有任何證據 認為克里姆林公是在喬·拜登和他的兒子亨特 《誹謗運動》的幕後黑手 並說 我們知道整個對拜登的誹謗 都來自於克里姆林公 埃薩克在訴訟中說 CNN故意播放了這個虛假和誹謗的故事 這給他造成了重大損害 包括關閉了他的筆記本電腦維修店 他還追查《每日野獸》網站 後者先後發表文章 稱這台筆記本電腦是被偷走的 訴訟文件顯示 埃薩克隨後向該媒體發出一份勒令停止函 警告其不要刊登任何虛假和誹謗性信息 埃薩克還指控政客網站 稱數十名情報官員認為 那台筆記本電腦是俄羅斯捏到的信息 這對他構成了誹謗 埃薩克的律師布萊恩·羅卡對紐約郵報說 埃薩克因為失去了生意、友誼和在社區裡的名譽 他目前要求至少100萬美元的補償性損害排償 和懲罰性損害排償 之後是否有更大的排償數字將在庭審中確定 與此同時埃薩克說出了起訴的目的 他說在努力記錄真相之後 我現在只想讓這個國家的其他人知道 社會和主流媒體有一種集體的精心策劃的努力 來阻止一個會給國家帶來嚴重後果的真實故事 他還說 這是由情報界50名要員領導的共謀 背後有政治動機的司法部和FBI的言論和行動支持 我希望這期起訴能激視這種共謀 更重要的是是誰下了驅逐令 埃薩克的法律行動得到了非盈利組織 美國計劃的資金支持 這個組織由弗林將軍 他的哥哥喬弗林 和伊萬富翁帕斯里格伯恩創立 弗林將軍說 我們很榮幸自助埃薩克 起訴那些對他不公的媒體 以及左派政治精英協同新聞媒體的工人撒謊 從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報導中 可以明顯看出 這些政客致力於將自己的話當作武器 媒體報導導致了埃薩克的商店直接關閉 據《紐約郵報》報導 這起訴訟共花費了埃薩克15.7萬美元 好,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